大家早安 从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是国际消息 这是中国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论坛在今天30号在北京这边举行 会议前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埃及总统赛西 任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两国始终相互信任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 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不会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埃及总统赛西这一回访问中国大陆除了进行国事访问之外 也要出席30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中阿合作论坛的开幕式 会谈当中除了会触及到中国大陆和埃及的双边关系之外 也就以哈冲突来交换意见 另外来看到是大陆外交部指出习近平在和赛西会面的时候 有特别就以哈战事的局势发展来进行讨论 习近平就指出本一轮的以哈冲突已经造成巴勒斯坦大量无辜的平民死亡 中方是感到非常的痛心 也认为当务之急是应该要持续的推动停火指战 表示两国方案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好 持续要来看到的是尽管现在以哈战事的部分在各国 包括了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有所谴责的 但是以色列还是没有收手持续进攻加萨的南部城市拉法 在26号这一天呢攻击到拉法的一处帐篷冀 导致有45位平民因为大火而死亡 那新一轮的攻击更是导致有另外37个人死亡 很多居民都苦探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躲 根本就没有一处是安平平安的 好 其实呢非常多的民众呢 他们也是想要逃离当地的 可是呢说这个移动的时候呢 就会遭到了无人机的锁定来持续攻击 根本没有办法躲到一个平安之处 好 大家都在乎呢 那现在以哈战事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真的有像以色列所说的有锁定好这些 哈马斯他们躲藏的目标来进行精准攻击吗 或者说其实他们的攻击根本就是 也波及到非常多无辜的平民呢 现在以色列的国安顾问哈尼比 他就说了这加萨战事可能会至少持续还要7个月 也就是说还会持续达到的年底 那有没有可能也进一步影响到今年年底 要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呢 当然就是外界持续可以关注的部分哦 好 不过就这个加萨战事的部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呢 已经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人道危机了 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说 拉法最后一家医院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 乙军的全面入侵恐怕会导致医院关闭 有大量更多的平民死亡 但尽管如此现在白宫还是认为 以色列没有跨越到拜登政府的红线 还是会持续运送武器给以色列 好 不过大家现在当然就要问了 那红线到底在哪里呢 因为以色列的不断攻击导致了数十个人 因此死亡上百位无辜的平民受伤 好 对此当然美国的记者也一直在问的是 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 认为说以色列的做法真的没有违反 拜登政府的红线吗 好 因为先前拜登曾经说 如果说以色列的攻击真的波及到平民的话 就会停止运送武器 好 但现在科比表示 这件事情是没有跨越拜登政府划定的红线的 针对外国的红线 外界的质疑对于这个红线问题是 美国总统拜登在三月初的时候 他当时有批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军事策略 不是在帮以色列而是在害以色列 拜登表示如果以军攻入拉法的话 那就是会踩大到红线 但是以色列这回的攻击 尽管死伤惨重 但是也可以听到科比的说法 他们认为美方 认为说以色列还是没有逾越过红线的 好 但是现在呢 那当然这个以色列的战事也会导致于 这个外界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些质疑 有认为说拜登这样不断力挺 以色列当然会冲击到他自己本身的选情 而现在他就被一名记者问到说 如果当选连任的话 那还有可能会做完第二个完整任期吗 或者是说做到一半 就会把政权移转给副总统贺锦丽呢 不过现在拜登很罕见的值求对决 一场天 好 拜登回答呢 当时非常多的旁边的这些人都笑了出来 但是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根据一个最新的民调 很多的美国人都很担心说 拜登到底能不能够顺利完成第二个任期呢 另外对手共和党人也常常批评说 投票给拜登就是把票投给贺锦丽 好 拜登现在针对于提供 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到加萨 是因为以色列的管制陆路的部分 所以耗费了3.2亿美元 大约是新台币103.2亿元 打造一座临时的浮动码头 但是这个码头启动不到两周 就被海浪给破坏 白宫现在表示说 这个码头损毁的状况 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强调 说到底是哪边坏掉了 只说这个码头还是贡献巨大的 好 这个码头被破坏呢 现在后续的状况是运送到以色列 持续的来修复 是由美军来修复 好 不过这个码头其实投入运作不到两周就毁坏 现在美国国防部就解释说 这不是因为人为的介入 而是因为当地天后的关系 所以破坏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